我是八位朋友们说 请问我是不是认同能者多劳 或甚至能者过劳 越有能力的人该如何调整形态的为人付出 而忽略没有建设性的批判呢 我常觉得说如果批判没有建设性 那就是我的问题 是我没有能力把它看成有建设性的批判 对我来讲所有的批判都是有建设性的 那就算它就是压缩起来最后剩一两个beat 就是因为非常redundal嘛 都惊叹好嘛 就是大概200个金钢 对那这个压缩率想必是非常高嘛 但是就是最后就能压缩成一两个beat 我觉得也是很有建设性 对那所以我的大概的想法都是说 尤其是像现在这种life interaction 即使是你留下对我的一个批评 也是表示你care 你care这个就一个beat 那你愿意用这种特定的formulation 来把它表示出来 这就有多好几个beat 那所以对我来讲 无论如何都都是增加资讯量 的这样子一个过程 那它有没有建设性 我觉得完全是取决 我能够把它interpret成有建设性的这种批判 那之前呢就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在公务体系里面 有时候会做一个lossy compression 就是说在每一层往上签合的时候呢 会就是把那个文字修正的比较签合 就是比较比较和谐 那好比像说像这是在2017年5月的一个朋友 他是一个设计师 他在我们的公职总统参与平台上面提了这个案 那这个案它是你乍看之下好像是没有建设性的 他说暴胜人的软体难用到爆炸 那它里面的这个内文也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资讯量 那底下的网友留言呢 大概八成多都是在说财政部长下台 官网网络无能啊等等啊 那只有不到两成说 我用windows报税很顺啊 对 但是其实 其实这些朋友们是有点火上加油 因为当时就有些国税学员工 就跟那些留言骂的朋友说 那你们就去下载windows就可以了 连windows报税就不会有问题了 那那些用mack的人听了就更不少 就就就就更来留言了 更来做这种没有建设性的评判 纯粹的负能量 对那但是好在就是说 我们在当时在每个部会里面都已经有一群人 叫做开放政府联络人 那国会联络人是跟立法委员沟通 新闻联络人是跟媒体记者沟通 开放政府联络人就是跟这些一荣而上的相名 我现在都感觉到hashtag officer 就是去跟hashtag来沟通啊 去跟愤怒的主题标签沟通啊 对那by the way 那个卫福部的hashtag officer 就是总裁的主人 所以每次他只要有一个新的manager出现 他只要 因为他家就在卫福部附近了 他只要走回家 帮他的狗狗拍一张照片 他就多一张梗图可以用 这是真人真实 对啊 所以当时这个财政部的开放政府联络人 呃梁静恒他就直接在这个下面这个呃回应说所有对我们财政部提出批评指教的朋友你们都这个我们都已经看见了意思是你们都已经被监控了 那 我们都 那这个我们都常事的邀请各位哦 那在呃两个星期之后来我们财政资讯中心我们一起来讨论怎么样做明年的保障系统 那所以这里就有一个leap of faith 就是这一位在网络上面 这个用一个笔名的这一位卓志远 他愿不愿意真的出现 他真的出现了 他像这个样子 那我们说见面三分情嘛 这个人就比较信任他一点 那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我们就了解到说 他的职业是一个设计师 他看到彪凯提就已经浑身不舒服 With all due respect 对 那何况是报税软体 对 OK 那所以他就后来就真的是 我们就说那你请你来嘛 那他就运用他的专业 就是user journey 等等的方式 去把网络上面的这一些 透过slido来的这些 感觉就没有什么建设性的 这些留言 通通都收叶成非常建设性的事情 因为当时我们是直播 事实上是用那个360镜头直播 那所以大家都可以胜利其境嘛 那大家可能都画过user journey 我就不介绍了 就是浮流程开始之前 之中之后 大家会有什么步骤啊 会有什么细节啊 会感受到什么啊等等啊 那所以呢 那这个losi compression 这个时候就 就是危险要发挥他的威力了 因为就会有很多朋友 在网络上留没有建设性的留言 好像说自暴毒 那这个时候呢 大部分的公务员在收到的时候 在他乘给掌管之前 都会在脑里先跑一个transformer 最后他变成说文字稍嫌荣坠 之类之类 在网上可能还有别的expansion 这不知道是不是肯逆转换 应该是肯逆转换 好 那但是就是说到最后结果就是说 网友最后看到这些文周周的这个 虽然是肯逆转换 但他不会在脑里跑那个逆转换嘛 那所以他就觉得说 政府没有站在我这边 并没有真正把我的情绪 纳入这个就是这张图 所以我当时就是跟我们所有朋友说 他写字报多 你就要贴字报多 他写华力道让人迷惘 你就要贴华力道让人迷惘 最多就是能把金探号拿掉 但是字啊一个都不能够拿掉 为什么你知道拿到一个字 你就不是站在他那边了 我们说要站在每一边站 那如果你们要站在他那边的话 他为什么要花力气去帮你想怎么样 来改善报寻软体呢 那在2017年5月 如果有人还报过去还记得的话 在你全部试算完 但是还没有送出试算结果的时候 会突然跳出一个试窗 然后美去国税局 还有一个不一样的这个吉祥物 会跳上跳下 然后用就是标凯体说 感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全新金探号 那这个当时就是大家都觉得说 奇怪那个吉祥物平常看起来很可爱 为什么在报税的时候 看起来一点都不可爱 那然后就因为朋友这个留言说 他想到要报税 心情就不好 不要这个designer 不要花力气让他心情变好 不可能的 所谓痛快就是痛的快一点 快一点结束 给他一个痛快 赶快把报税完成 去买杯啤酒 是不是比较可行的 所以就算是 就是challenge我们的这个design的 brief的这些朋友 我们都邀进来 那我们就rip the brief 我们把brief就是撕掉 那然后让大家一起来看这一团mess 但是后来就发现说 上千个留言 其实当你做完这个压缩之后 有建设性的部分 都有留下来 就是这一张图 那这个mess 我们就邀了这个四次 四次先做工作坊 邀网路上面最酸最toxic的 这些朋友 然后进来 那他们得了酸的方法 都非常有创意 所以从某个意义上来讲 也是diversity ok好 然后呢 我们就 就是请观光公司 这个 以及这个国税局的朋友 那在专业的 开放政府联络人 跟facilitator的引导之下 那我们见面三分情 然后慢慢地画出 就是新的这个蓝图来 那所以 这个其实就是 真正意义上的inclusion 就是说 你行 那真的是你来 我们并不是一个蓝图 我们好像是拼拼图 那每个人带着一片拼图来 那到最后 就会拼成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那所以 我们最后当然就从 就是长这样的东西 变成了长这样的东西 那 我觉得 很难能可贵的就是说 在就是2018年 我们第一次试行的时候 那一次就是 除了Windows的使用者之外 都可以用 这个limited time period 那有一年的时间 那那一次的报税 这个用Mac Linux等等的朋友们 iPad Android等等 都说 这个体验真的很好 本身96的人同意 那有很多Windows的使用者 就自己去改 他的浏览器的user agent 因为他其实想要 这个在体验 那 anyway 然后再隔一年 这个软体 就是2019年 就变成大家都可以用 变成正式新办 商务的报税软体 那他就有98%的朋友们 都觉得很开心 那这个数字 其实是很难想象的 就是一个政府的digital service 怎么可能有这么高的支持率 那我后来想说 其中一个理由 就是说 有至少5000个人觉得说 我在这里面 进了一份行李 我至少有一张便利贴的贡献 是从我当年那个 自报多那三个字来的 所以他的版面材 你看真的是比较清爽一点嘛 对不对 所以 就是说 所有有留言自报多 或者类似于自报多的朋友 都会觉得说 这是他的credit which is true 所以他们就会去 跟亲朋好友说 这个新的机会 真的比较不错啦 你若不习惯的话 我来教教你啊 等等 所以等于是说 我们会有一批 advocate 因为大家是 不是会炒的有糖吃嘛 而是会炒的 进厨房一起炒糖吃 那我觉得这个 从就是口部的炒 变成口部的炒 我觉得才是 inclusion主要的这个意思 那当然就是 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 可能就没有办法 回答到其他的问题 但是这一套软体 因为它也是用 API First的方式开发 后来就变成 我们口交使命值的 订购的软体 emask系统 也是同一个系统 后来三倍券的订购系统 也是同一个系统 所以可见 API over KPL 还真的不错 跟它共勉 谢谢大家